那我们场景打好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来K动画了呢 我们展开马桶的场景图层看一下 现在看着是非常的混乱的 所以我们需要对工程呢 进行一个整理的操作 我们需要将图层呢 都一一命名好 然后把每个需要做动画零件 都打一个组 例如这样子 AUTO家居就完成了打组的操作 那我先Ctrl G撤回一下 等一下再统一操作 我们就会在这个空对象上面去做动画 这样呢更方便我们去做修改 如果你想替换一些零件 也可以直接替换 那我们先给摄像机添加一个Protection标签 选中摄像机 按住Shift加C 调出功能搜索栏 输入Protection 也就是保护的意思 这个标签加到摄像机上 就可以固定摄像机防止误操作 那我们先来整理一下这个马桶场景 直接命名一下这个组 叫拖鞋 那如果觉得这个整理过程比较麻烦的同学啊 就可以直接用我已经整理好的工程 去做动画练习 就是还需要将拖鞋来打一个空对象 AUTO加G打组 左边左拖鞋 那机桶呢同样的也是打一个组 直接复制一下命名 纸巾打组 同样的打一个组 同样的给每个纸巾呢也打一个空对象 你打一个组 我指一下命名 金一 金二 金三 刷面命名成纸巾组合吧 这里同样的纸巾也打一个组 我们来旋转一下它朝向 让它的朝向呢去对齐我们马桶的一个朝向 接着我们给主体物马桶 每个物体都去打一个组 像这个把手啊 肯定是跟这个水相一起的 所以我们直接放过来放在一起 再重新命名一下 复制一下命名就可以了 这个size呢我觉得可以跟这个底座放在一起 那这里呢大家要留意一下 模型打组后的空物体位置 像这个马桶盖它现在空物体位置呢是在中心的位置 那现在是错误的嘛 因为我们马桶盖去做闭合和张开动画的话 应该是沿着边缘去做一个旋转的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开启轴型工具 去把空物体移动到正确的位置上 我们再把轴型给关上 这样就可以正确的去旋转了 这两个马桶盖呢 就可以再打一个组 更方便我们后面去做动画 这马桶盖上 马桶盖下 就是为了更好的区分啊 我们将这几个零碎的物体 集体的打一个组放在一起 命名成零碎物体吧 因为后面做动画 我们会先做这个主体物的动画 主体物动画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这些零碎的动画 把这个纸径放过来 这纸径应该是跟马桶放在一起 那这一个场景呢 就整理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整理场景也挺快的 就基本上是打组打组 然后复制一下命名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快速整理一下 另外两个场景 关闭显示 这几个纸啊 我们直接打成一个组 因为我们后面会直接用样条 来去做它动画 这里呢 我们快速看一下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命名命名 然后打组打组 这个椅子的轴心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到屁股的位置 后面呢 其实都是一些很 枯燥无聊的操作 基本上就是打组打组 然后命名命名 这里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快速的转发 我们整理完后 再把马桶场景给复制一个出来 因为最后需要达到一个循环的状态嘛 所以我们最后需要回到马桶场景 接着为了后面做动画更方便啊 我们需要将主体来进行一个PSR的约束 我们新建一个空对象 命名为总空 接着切换一下它的显示模式 我们切换成矩形 调整像大小 把它显示颜色改成红色 这样在试图上面呢 更方便去查看 然后我们变成红色 要改下面这里 上面这个是改图标颜色的 下面这里才是改视窗的颜色 那接下来呢 我们按住shift 在马桶物体下面创建一个空对象 同样的 命名为马桶 然后把这个形创建空对象 拖到总空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给马桶这个组啊 添加一个PSR的约束 在Ugintag这里 找到control 然后勾选上transform 把S也构成上 接着把新创建空对象呢 拖进来 那我先把最后一个马桶场景给大家取消显示 然后来到这个空对象上 然后可以移动一下这个空对象 可以看到现在在空对象就可以去 控制我们马桶的位置 那后面我们说放和弹跳动画 就可以直接K在这个总空上 不用一个一个场景去K 接下来呢 我们给办公仪场景 同样的去添加一个PSR约束 先给他马桶场景 取消显示 打开办公仪 找到椅子 我们直接SIFT加C 调出功能搜索栏 然后输入control 好 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先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粘贴 点击一下 接着呢在椅子这里按住SIFT 直接创建一个空对象 把它这个空对象拖到总空下面 重新命名一下叫椅子 现在把control transform打开 然后把椅子空对象拖过来 把s也勾上 来调一下看看好可以 那就到沙发了 把沙发场景打开 找到沙发 一样的 Shift加C 好 现在就直接就有了嘛 我们就不用再打了 直接点击一下 然后同样的打开trenchphone 然后 来到沙发 然后来到沙发场景下 按住shift 创建一个空对象 把这个空对象扔到总空里面去 一样的重命名一下 一样的重命名一下 叫沙发 然后把这个空对象呢拖进来 PS也勾上 再把沙发场景给关掉 来到最后一个马桶场景 一样的找到马桶然后shift加C 点击 然后按住shift 在马桶下面创建空对象 把它扔进总空里面叫马桶 接着一样的操作啦 打开trenchphone 然后把马桶扔进来 把s也勾取上 好那我们主物体啊 说方位移动化呢 基本上就是用总空去做的 可以看到 说方 说方有点问题啊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总空的轴心 和它物体轴心朝向不一样 按住shift加C 截足 它会旋转一下 旋转-45度啊 那它轴心朝向 跟我们的物体朝向是一致的 再拖回来看一下 还是有一点歪的呀 位置还是不太一样 我们来到顶色图 尽量放在中心 啊 再放回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来看看其他场景会不会有问题 我们应该把这个抱枕呢 把这个switch呢 也放进沙发里面 啊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绑定 如果要是我们不做这个操作啊 我们就需要在 马桶沙发椅子这几个单独的 物体上去做动画 这样显得比较麻烦 我们做了这个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统一在一个控制器上面 去做它的弹跳和缩放 这样呢就会显得更加方便 接着我们给每个场景啊 添加到层 然后分配一下颜色 按住鼠标中键 全选到 然后右键 我们添加到新的层 我这个麻烦桶 常见变成紫色 紫色感觉不太显眼 想让它更亮一点 弄个黄色吧 然后到沙发 同样的按住鼠标中键 全选 添加到新的层 沙发 那我想要一个绿色 这道办公仪 我选的颜色呢 基本上都是要比较显眼的感觉啊 这样在动画界面呢 更方便我们去观看 这里改一个稍微一点的紫色 啊场景整理完了 我们再来设置一下工程 我们的工程呢是设置成25帧 整个动画时长是8秒的 所以我们设置成200帧 再拖过来 渲染输出呢 也记得设置一下 不然到时候啊 渲染出来 动画 就和我们四川看的不太一样了 渲染输出也设置成25帧 接着我们再打开设置窗口 有个同学可能这里是没有设置的 我们打开时间线这里 然后lary color 图层颜色 我们把它勾选之后呢 我们在时间线这里 就可以 看到它的颜色 它关键证颜色呢 就是和我们 图层颜色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选一个四项 这个 马桶 可以看到它关键证是紫色的 然后这些关键证呢 就是蓝色的 这样在时间线窗口上啊 就能更好区分 嗯 给这个总控也搞一个颜色 弄一个红色 啊 这样我们的场景啊 就整理完了 基本上做每个动画之前 你都需要整理一下场景 不然你场景太乱的话 做起来很不方便